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出 弹Q有嚼劲的面疙瘩呢 是粉团材料的秘方 搓揉的手劲 还是谁煮的程序呢 来自苗栗农村的陈玉兰 从小就跟着母亲做面疙瘩 把家乡农村的情怀 和对母亲的怀念注入料理中 让面疙瘩散发出一股古朴的怀旧味 香醇而浓郁 让阿布我呀都爱不释手呢 谢谢大家新书派 健康得然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她又会做衣服 但是又很会做料理的 我们的玉兰师姐您好 爱之师姐好 大家好 听说你在当小姐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吃早素 吃一拆够 又拆够 就不简单 小姐的时候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呢 也结了一个素食的姻缘 但是今天做的料理呢 蛮特别的 叫做什么 面疙瘩 面疙瘩 面疙瘩很多人都会做 面疙瘩它的起源呢 好像是从这个北方过来 对不对 好 那您是哪个人 我是苗栗县 苗栗县 可是听说这个面疙瘩 从小就会做是不是 就是小时候家里那个 羹田 阿田休耕的时候 政府会补助那个面粉罐头 妈妈就没有什么可以做来吃 就做这个来吃 真的啊 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耶 好 那既然这样呢 这个面疙瘩应该叫做 浓情面疙瘩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 浓情面疙瘩 材料有 中筋面粉三碗 细地瓜粉一碗 水两碗 大白菜半颗 香菇三朵 杏包菇两条 红萝卜一条 小麦片十片 芹菜香菜适量 调味料有糖水 盐 酱油 白胡椒粉 香油 我们看到了这些所有的材料之后呢 我们现在先来制作的就是 面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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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面疙瘩有一点特别哦 因为我们要 然后那个面粉中筋面粉 中筋面粉 在这个细的地瓜粉 为什么要加 这样比较有嚼劲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盐巴 盐巴 为什么 让它有咸味吗 不是 它吃起来没有咸味 就是有一点 加一点盐巴 然后油 加一点油 我们吃的油 好好可以了 这个很特别啊 我们通常面疙瘩 因为它就是直接调水啊 三碗的面粉 一碗低筋面粉 那个地瓜粉 不是 三碗中筋面粉是不是 对 然后一碗地瓜粉 一碗的地瓜粉 那两碗的水 两碗的水 好 那这个就是 慢慢加 对不对 边加边拌 其实为什么要加地瓜粉 它会硬 会硬 你加太多会变硬 咬不动 不能加太多 真的有够特别 那加盐 也是有它的功能 有 还有加一点油 加油是为什么 就是 我也不会讲 反正就是有这样做 就是这样比较好吃 对不对 对 等一下你吃看看 会跟别人的不一样 不一样 那这个是谁教你的 因为小时候就是家里 种田的啊 修根啊 就有这个面粉 政府就会说你修根 没有种那个米 稻穀啊 就用面粉给我们 妈妈就是想说我们没有做 也没有得吃嘛 就用这个给我们 我们就变这种来吃 变面疙瘩 变化 那加油啊 加地瓜粉 这是妈妈的配方吗 对 妈妈很厉害 有一点 比较会有吃起来不一样 就是这样揉一揉 我们好像传统的就是加水而已 这是你们已经研发数十年的经验了 好 这样 不好意思 真的是很特别 好 就是说当我们把那个面团揉好之后 泡水泡二十分钟 面团揉好之后还要泡水 对 好 那现在这个面团的揉法 我们大家都了解了 就是要把它一直和到就是三光 对 也不要什么发面啊 什么都不要了 揉好直接就泡水了 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 面团还要泡到水里面 没看过吧 真的没看过咧 你要讲一个道理啊 它为什么要 泡水起来 你看一般泡水起来 它也不会怎么样 还是整团 你不能泡太久 这个都会比较软掉的 所以说 所以泡二十分钟 所以说我们在揉的时候 不要揉得太软 稍微有一点点干 也没关系 没关系 也不会太干 干的话就会变硬 你看这样揉起来 你看有没有很漂亮 到现在我们还是不太能理解 它泡水的意义在哪里啊 是比较漂亮 对啊 以前就是这样做了 然后就这样 给它抓一个下去 它浮上来就好了 泡水泡多久时间 二十分钟 也不能泡太久 不行 就是二十分钟的话 也不能够说只泡个十分钟 泡十分钟就会好像 看起来就 这个面团你拿起来看 就不一样 没有这么滑 我现在了解了 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做面疙瘩 当然没有经过这个泡水的过程 然后在撕 撕这个面片的时候 很不好撕 对啊 会干干的你撕 而且还会 不会滑 不会滑 而且还黏在手上 对不对 你这样就不会黏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看妈妈都是 用这样煮给我们吃嘛 对啊 所以我们我觉得每一次在撕这个面的时候 就是这样干干的都黏在手上 有的时候就是手还要去 去这样 用一点水 把手打湿一下再去撕 现在这样子完全不用 不用 好好玩 你要不要玩看看 要 它整个都这样软软的 它不怕化掉 不会 对 所以说我们要算好时间 它就变成这样软软 滑滑细细 所以这样 这样子拨开来还蛮好拨的 对啊 你看起来又是不会说这样 一个 真的耶 就很平均了 真的耶 各位你们 你们要去试试看好不好 这个感觉真的超好用的 而且它可以撕得很薄一片一片 所以说你妈妈有没有做过彩色的 没有 那时候不会变 现在可以变 现在可以变 可以变 但是 道理是不是也是一样 一样 就是 就是可以用火龙果 火龙果搅那个字 菠菜 对 但是问题是在说 它还是一样 重点就是还是一样 20分钟的 跳在水里面的时间20分钟 你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做法都一样 好有趣 好 好 稍等 我先把这个给起来 要不然没有空间了 因为那个你已经泡了水 如果你不煮起来就暖了 对 不行 不行 所以说 你泡多少一定要把它煮 煮多少 煮起来 没有 大概看我们家里的人 吃多少就用多少 就弄多少 就泡多少水 那但是煮起来 我们是可以放啊 是不是 可以啊 可以今天吃不完 我们至少放到明天也没关系 对吗 要煮起来 就是把这个煮好嘛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捞起来之后 它会不会黏 会不会 稍微 那我们有没有处理的方法 要快点炒菜弄下去 那一次吃不完呢 冰冰箱 冰冰箱要不要拌油 要 要一点 要一点点油给它拌一下 不然会黏起来 好 那用什么样的油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那我就来稍微给它拌一下 好 倒一点油 才不会黏起来 好 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 要香菇就是切丝 好 香菇切丝 杏鲍菇也是切丝 这个确实 这个 第一次看着这样子煮 真的是感觉上非常非常的棒 好 那像这样子一次多做一点 把它冰起来 然后分装 然后还可以跟人家结缘 如果说是做成彩色的 对不对 要拌一点油 不然会黏起来 一定要拌一点油 最好是先做先吃 比较新鲜 最好 对 最好是这样 好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来炒了 对不对 好 每样东西都把它切成丝丝 其实这个所有的材料都没有关系 一定有什么就放什么 对 谁看自己喜欢 那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小麦做的 小麦片 一般有的人说 那个豆类的不要吃太多 现在有新的 现在就是有做那个小麦做的 小麦萃取的 然后做这个是干的 干的要把它泡软 泡软 对 那个这个要切不切都没关系 好 这样子 好 这个油浇给您 然后呢 现在我们把锅子烧热 因为那个油下去 香菇就要下去 先把香菇我们给它爆香 然后这个面糕 大家可以做成汤的 那也可以做成炒的 对 还可以做成甜的 对 看你个人喜好吃什么 真的 我先来吃一个是完全都没有味道的 原味的感觉 好 好 好 然后 这个口感 真的是QQ的 它的这个 配方就是在那个 地瓜粉 对不对 比较会有嚼劲 有 跟一般的面糕 它比较软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要放一点酱油 这个给它有味道 好好吃 好好吃 这个口感真的好棒 我吃原味就已经觉得 超好吃 那你试一点甜的 真的吗 好 你在做咸的同时 我就来吃甜的 然后 这个甜的就是 加的是什么糖水 就是黑糖跟姜片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一锅 现在煮好了 这是你自己熬的吗 对 就是用黑糖和老姜 那这个甜汤是要用热的 热吃比较好 这个夏天也可以吃 可以啊 夏天就吃凉的 对哦 这个怎么那么特别啊 这个甜的是送咖喱的 我从那没吃过甜的玫瑰的 这谁叫的 阿布讲的 阿布 对 哇 你当年阿布好棒 那像这个炒一炒 有 好吃吗 好吃耶 好特别哦 怎么这么棒 我给你我们保证 好好吃哦 加一点那个胡椒糊 加点胡椒 嗯 我现在就有很多的想法了耶 像你这样子的那个 大家做出来 我们甚至于可以做像 拌麻酱 拌芝麻酱 变成像凉面那样 拌麻辣的一个麻辣 要下去 抽下去要小一点 就是那个煮的时候 那一片一片的 是小一点 大家发挥创意 也可以炒那个什么 奶油啊、蔬菜啊 然后变成 起司焗烤面疙瘩 可不可以 用烤的 人家烤那个 烤那个意大利面 对不对 我的天啊 那很好吃 好甜哦 吃了一碗再一碗 那你吃多一点 好 我好爱它 好爱它哦 如果给小朋友或老人家 我们就撕那个 小一点 小一片片的 小片一点 然后 甜的、咸的啦 光是甜的又可以变化 很多种口味啦 好 那我们先把那个 茶药都炒好 那要倒进来 好 我们现在就不要倒太多 留一点 留一些 留一些给他们吃甜的 连那个黑糖、姜汤 都那么好喝 你真的好棒哦 你好厉害 你赞美我 我要收起来 这样可以的 可以的 你要不要试看看这个 要 我要放香油下去 那要几锅之前 我们也放一点香油 好 这个还没有放下去 这个要先放下去是不是 这个 这个前菜 煮那么大一锅 然后这个是香菜 香菜 它也可以吃汤的 那也可以用像人家炒年糕一样的 那个方式用炒的 对不对 对 怎么这么棒 好 这个是鹹的 人家说爱吃甜吃鹹才会无缘 对 所以说我爱吃甜 还爱吃鹹 所以说我就无人缘 然后呢 得省的 倒焦 就是另外一種滋味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有談到 你就照剛剛那個方式 來做麵疙瘩 至於做成了這麼棒美味 又有這麼彈Q的麵疙瘩之後 至於你要發展成什麼樣的口味 請你們發揮你們的創意 好,感恩您 謝謝,感恩 感恩 用地瓜粉混合 加入鹽、油、少許來拌勻 再慢慢的加入水攪拌 再揉勻成為麵團 將麵團分成幾個小團 放入冷水中泡20分鐘 將麵團取出 拉成小片小片的麵疙瘩 放入熱滾水中煮至浮起之後 撈起半點油來備用 香菇、杏鮑菇、紅蘿蔔切絲 大白菜切片 芹菜、香菜切末 起油鍋 香菇、杏鮑菇炒香 再加入醬油 適量的水炒一下 再加入泡軟的小麥片 紅蘿蔔 大白菜 白胡椒粉 鹽 炒熟 接著再加入麵疙瘩 會炒 起鍋之前再加入香油 芹菜末、香菜末拌勻 就成為石井麵疙瘩 將麵疙瘩另外放入 事先煮好的糖水中 就成為甜的吃法 不管是結婚喜宴 還是生日作壽、迷月之喜 都會碰巧許多美味的食物 宴請客人 可是背後 卻隱藏了許多生命的消失殆盡 如果魚在飯堂 雞一隻一隻 差不多五十隻 魚一隻一隻 也差不多五十隻 蟹一隻一隻 蟹一隻一隻 五十隻一隻 五十隻五百隻 如果你們再加點飯 加點肉類的 哇 數量都很驚人 很難 為了讓各種喜慶 都能更加完美無瑕 羅恆元一直努力地 推廣素食宴席 最成功的案例 莫過於自己的姐姐 羅秀梅 民國九十四年 住在阿里山的姐姐 準備為大兒子辦喜事 身在台北的羅恆元 每天都希望姐姐 能改辦素桌 於是她寫了一封信 除了動之以情外 以用條列的方式 點出昏食的缺點 與素食的優點 讓姐姐能夠一目了然 做出正確的選擇 因為我知道 要改變這樣的觀念 是不容易的 特別是要面對 那麼多人的壓力 或是異樣的眼光 那種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但如何選擇 是你們的權利 不過告訴你們 我所瞭解的道理 是我的責任 在看信當中 一個禮拜來都是 心裡都是很難過 晚上都睡不著 擔心親戚不認同 朋友不肯來 擔心大家吃不習慣 一堆的擔心 讓秀梅遲遲不敢做決定 人生的 大家可以吃一餐而已 吃一餐 就吃點多餐 吃百餐就走 不過這些 一些殺生 癌症 都是要你兒子和你媳婦 跟你的孫子來搭 做媽媽的人 一定很小兒子 小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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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可以 這樣決定 要來辦書室 不可以 不可以 來辦書室 全部都辦書的 一、二、三 為了孩子 永遠的幸福 讓秀梅鼓起勇氣 征求親家 與兒媳的認同 那一場阿里山上 第一次的素食喜宴 辦得很成功 席開二十六桌 每位客人 都反應現場 溫馨、清靜 食物又美味 促使秀梅的小兒子 也在隔年 舉辦書宴 一個朋友來問說 奇怪 這麼好吃 怎麼好像 缺一口 沒有骨 我就很愛唱 我說我今天是辦書室的 你吃不出來 這樣我就很高興 我說這樣 可以 我們在山山 可以再推 推那個書室 去年 秀梅二兒子的喜宴 依舊辦樹桌 由羅恆元協助 策劃主題 與流程 成功打造了 一場溫馨 浪漫的茶香婚禮 桌桌客滿 兵致如歸 我們辦素食喜宴 就是給我們的孩子 一個最好的一個祝福 恭喜恭喜 人 時間真無情 菩薩真無情 菩薩真無形 尾條 祖中心 腳無走無停 我們今天會請他 一道一道的上來 和風 蘇果沙拉盤 和風蘇果沙拉盤 這個都滿新鮮 滿健康的 對啊 看起來滿秀色可讚的 改變了 從小長大 對於素食的一個認知 有了這樣幸福的喜宴故事 如今 只要有人準備結婚 或是伴桌 羅恆元 都會以自家姊姊的素婚宴 與大家分享 讓他們了解素食的好處 與素食的美味 出使每對新人 在歡喜結合的時刻 有更美好的開始 我親朋友 非常贊助 尤其最重要的是 對身體健康 還不可以先 好不好去 好不好去 準備 對 好 好 好